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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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们要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以防有人不知道这件事情 有些网友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 就是美丽华已经公告说 他打算要停业一个月 造成了目前暂定很多已经订票的观众 跟想要再看《蚁人与防风女》的许多观众 极大的不方便 而起因是因为美丽华集团的家族内斗的关系 这个其实一开始听到的时候吓一跳 因为他们是无预警的 他就是没有任何征兆 但是之后有人回去讲说 这好像在PTT上面就已经有人说他做梦了 发梦了 你知道也就是说这个梦已经成真了 应该是说到 好了 但是对一般大众的确是 的确是还的确是一件非常非常惊人的事情 其实我发现这个这个新闻啊 如果一般说只是说那个是机械坏掉什么东西 大家都没兴趣 可能一提到家族内斗四个字的时候 突然很多人兴趣突然就被惊起来了 就感觉好像在战 相处剧一样那种感觉 情能变引那个惊叹号的音效 没有这是比较有趣的是因为这个 这件事情啊 因为一般来说如果有这件事情 大家都会不想要把它拉到台面上来 对会私下解决 可是你知道台湾就是很特别的一个世界 就是还会公开放话的 你知道还会开记者会博取同情之类的 你知道 所以就哇这个 就大家都看热闹 你知道 我们还蛮容易这样的 就是之前像那个什么邱 邱毅嘛 还是什么就是那个 什么 补教人生啊 补教人生事件 对就是这明明就是女孩 就明明一看就是 明明就是普通的针锋师储 他们针锋师储要开记者会 你知道 然后另外一遍就气息败坏 说我喜欢他 他为什么要跟记者讲这个 你知道 然后觉得 我的妈呀 对 应该说我们 我们其实都很八卦 我们其实都喜欢看热闹 我们都喜欢听这个 但是他们也还蛮热于讲这件事情 你知道 完全不保留 因为应该是他们 目前 目前整理的状况 反正就是 就是两个集团吧 就是 美丽华跟美丽星集团 我用相同句来讲吧 好了 美丽华集团跟美丽星集团 对了 他们以前是一起合作的 以前就是一起家族合作的 但是他们的结构是 美丽星是 控制台帽影城跟皇家影城 然后美丽华是 大致影城 但是他们三个影城 又同时受到美丽星的 以美丽星为主来做整体的 统合行销 对 这一听就觉得说 是好复杂的 好奇怪的事情 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 就感觉好像是什么 大房二房 那个两个互相什么 那种家族剧情一样 好复杂 但是台湾很多 但其实台湾很多家族企业 都有这样子 有奇怪现象 这结果最后就变成说 到了一些有争议的时候 就会 天团不清 脚不清的关系 然后 关键就在于说 就是 某一天 美丽星的 美丽华的股权突然更动 然后原来的老板 原来老板是美丽华兼美丽星 然后原来老板 美丽华的位置就不在了 他就只剩下美丽星了 然后美丽华的那个就换上了他姐姐 他姐姐就换上了 然后他姐姐就带了一个新的经理进来 说了美丽华要独立 而且美丽华要保留美丽华这个名字 对 然后要美丽星不可以再用美丽华这个名字 对 目前是真到这个位置 然后然后就发生了 那个美丽华突然一天坏掉五个 这件事情真的都很戏剧化 你知道可以拍片 你知道吗 就是有很多事件 一天坏坏掉五个机器 这件事情很像007会出现的事情 就是 呃 好像那个 派了什么员工潜进去之后 突然破坏五个 这件事情 其实还蛮蹊跷的 怎么可能会一个 一坏一次坏就坏五个听了 这是国民党的说法 就是话说今天 呃 没有因为今天稍早啦 呃 现在已经一点 所以是昨天 昨天 昨天那个下午五点 就两个集团都 同时在同一个时间开记者会 你知道 就很大意 你知道 在网络上你可以同时看到两边人在讲话 你知道 那 有趣的是 就是目前 因为我们不是看到说 五个听坏掉嘛 对不对 然后 可是美丽华那边就是 他算开记者会 可是有开跟没开 就是 呃 就是派了一位公关出来讲话 然后 呃 你会觉得他就是非常非常小心翼翼的在 呃 就是 很公式化的回应 这样 可是常常旁边会有一个人过去跟他 咬耳朵这样 然后 就是等于这是 他是被 他是被指挥出来 然后面对媒体的这样 然后有一件有趣的是 他讲一讲突然间那个现场又有那个什么 又股东 乱入境来说要讲话这样子 然后 然后那个现场主持人就开始麦克风 然后说 对不起这个东西是我们那个美丽华记者会 然后 就就 比大声你知道 就他的声音全部被压掉了这样子 然后 呃 变成那一场记者会 几乎全部都是在讲说 我们退票事业跟什么 就这样 对 没什么好患 就是如果你要讲 讲讲那个什么 有趣的程度来讲 没什么 可是美丽星那边就精彩了 超精彩的 老板亲自出来说明 老板亲自说明 感觉起来他非常的愤怒 手在发抖 根据他的说法就是 好像就是 我们不能够站任何一边 但是目前听 因为老板那边 美丽星那边 其实讲的比较完整 你知道 就听得起来好像比较 比较有道理的感觉 你知道 就是啊 他们片面会约啊 因为到明年好像才 约才满 那应该在那个时候才那个 但你如果不要的话 那你要跟我们协调 可是你突然间 就带人进来啊 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然后带人进来 然后就就开始有人问 为什么会 人都会那个什么 当当当当当时的那个什么 因为这件事情 真的有一件很有趣的状态 就是大批的员工 同时突然间离开 都离职你知道 等于是美丽华的那个 突然间人都不见 就是他们的那个 放映都不见都走了这样子 然后这时候老板还解释啊 就是说 我不知道他到底帮他什么事情 但是根据我们这边的了解 是因为他们雇了一个 那个什么 外面的人进来 就是以前的离职员工 然后进来这样子 然后这个离职员工 然后老板说 是个问题人物 所以我们的员工跟他们就是 有那个什么 就是有扬言 就是有说 如果是他们的话 我没办法跟他合作这样子 然后可是 美丽华还是带他进来 所以所有大批职员就 离开了 然后甚至呢 他们就还跟我们这边的人说 希望能够回来这样子 因为我们美丽星的人 就是人员都是去美丽华那边 都是美丽星那边在指派的 所以我们当然张开双手欢迎 不然的话 他们没有工作很可怜 我一听就 嗯 也就是说 员工目前好像都在美丽星那边就对了 对 那那 瞬间转移 完全是公开叫嚣说 你的人头逃来我这边 其实我也觉得这很有趣 这其实不是记者会该做的事情 你知道吗 这就是 这就是开一个 他就是把媒体叫来 然后骂人 你知道 然后他就拍 你知道 然后讲着讲着 然后又有一个那个什么 好像刚刚修好的人出现了 你知道吗 哇 真的非常的戏剧化 你知道吗 就是老板讲完以后 然后突然间就有那个 好像 因为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 他就是好像是修完的 好像是有去维修 就是帮忙去维修的人 这样子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因为他全身都汗湿 然后身上还带着工具包 这样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是不是 戏服 有没有 但这样讲是不对的 如果以前的正 事实上以前政治人物 常常都有给我一种 他们其实是在演戏的感觉 那衣服在 比如说有 有那个什么 马英九在竞选的时候 曾经穿着那个 非常破旧的西装出来 破到有 有点太夸张 你平常怎么会穿这种衣服出来 你根本就表演的 你知道吗 或者是那种李登輝在那个什么 国民党败选的那个 出来说 哇那个头发 这么的凌断 你怎么怎么都没有人去帮他整理一下 他故意的 他故意要很凌断 让你觉得他很可怜 然后 然后那个 反正那个应该是祭司 他说 他说他去那边 然后说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他们可能是自己去处理到 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叫 还有什么 请公读生去放 放放电影 然后就变轰隆坏掉 很有趣 就两个记者会都有那个什么 出现那个什么 在现场以外的人 然后镜头都要盘到旁边去 然后在旁边会有一个人 然后他们 然后 很好玩 就是记者会指挥他们要 走到前面去 走到前面去 让我们才能够拍你这样 美丽华那边股东出来的时候 那个也是一样记者 就是突然指挥他去前面 然后 那个美丽华那边的人 就很紧张 这个东西是美丽华的记者会啊 你不要那个 就是就是那个找 这不是股东的那个 所以如果要说明 就是他就是 音量开很大 把那个人声音全部炸掉这样 对然后我其实就是觉得哇 这个 呃 这基本上就是一种情 那个什么 呃 那叫什么 真人秀 你知道吗 好吧 真的 但我对美丽华很有感情 我在内湖住了好几年 最常去的电影院 就是美丽华 美丽华 不论是他环境 跟是他设备都 我觉得在台北都是很顶尖的这样 别忘了他还有全台湾唯一 最正规的 iMax 这样一搞一个月 对 完全是 完全就是 暑假他完全都没了 对 好吧 这个其实 身为那个什么 硬迷啊 我当然其实是不希望他们 闹翻 对闹翻 因为他 iMax 就是目前台湾 就是数一数二的电影放映 放映的那个 拥有他们最最好的那个电影放映系统 对 所以 这不是营 不是消费者之福 对 所以 还是希望他们能够早日解决这个问题 我怀念那句 请戴上您的三地眼镜 请戴上您的三地眼镜 离开时 请归还您的山地眼镜 然后因为他们都找那个 应该是中国的中国那边的配音员 然后每次都 嗯 去太多次了 你知道吗 对 但是好像也只有那个 梅丽华iMax 有这个而已 对啊对啊 但其实我对那个梅丽华说 要整个重新换系统 这事情 感觉有点疑惑啦 但但我不 不站在哪一边 我只是说 我对这件事情 觉得有点疑惑 到底舞台机器什么坏 到底你们要怎么 在一个月时间 三个礼拜时间内 把整套系统都换掉 这要怎么达成 我不知道 不知道 这个 这真的很奇妙 一件事情 做不定你欲貌好了 对 哈哈哈哈 好啦 就不知不觉 那个什么 只剩下安息 大侠跟我 这样子 因为他们那个 刚刚黑桃话上来说 他今天本来有事 是我们硬逼他 他还留下来聊 那个数学 我们现在这三个都是社会人士 好吧 好吧 梅丽华好像也没那个 但应该是说 我想那个什么 往后 一两个礼拜应该还有 还会有消息出现 对啊 因为他现在 目前的情况是 他们无预警停业了 就是真的就是 已经 而且还有点无限急的停业 就是他们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 会出来的 对啊 所以咯 这个 大家 大家只好默默的 默默的看 但是其实这件事情 因为有人 像那个什么 有人在想说 这样子会被造成 台北地区的那个什么 票房收益下降 不会 会吗 我觉得不会 爱看电影的人还是会去看电影 他们就是会选别的地方看电影 有啦 那个 那个 威秀影城 应该是 威秀影城孔城 最大收益 最大收益 可是威秀本来就是台北市的 那个最大的 那个放映 放映的那个 我来那个 重新讲一下 我刚开场的时候 那个台北市票房 对假日的时候 比较好的时候 一天 全台湾的全台北市的电影院 加起来 会有大概两千多万的 票房收入一天 嗯 然后威秀可能就占掉了 两百万到三百万 信仪威秀 只有信仪威秀这一家 对 可能就占掉两百多 然后第二名是美丽华 对 他在那个 比较热门的时候 一天就可以赚到快 一百五到两百万 对 所以美丽华算是一个 每天金流量很大的 嗯 嗯 一个一个那个 一个一家戏院 所以某些程度 也不难想象说 为什么有人要争夺 这个地方 对 没有人要去争夺 四名洋梨戏院 哈哈哈 对 因为美丽华IMAX 真的是 指标性啊 指标性啊 就是我们应该 看我每次去看 背景找去看试片啊 对 只要去找到IMAX 那个美丽华IMAX 那一定是超级大片 对啊 对就是那种什么 这个什么 漫威的比较没有 漫威最近都在日新 日新 克里斯多福诺兰 一定是在那里 克里斯多福诺兰的 的那个IMAX 一定是在那一波 或是华纳的那个 那个什么 蝙蝠俠对操人啊 那种片 有可能会在那里 不过蝙蝠俠对操人 好像不是在那里 在国兵 但后面几部 其实 大部分都在那边 播 所以咯 这个你知道 就是等于是 最具指标性的戏院 然后突然间 可以凭空消失了 真的是 真的是难啊 威修影城 孔城最大影家 还有另外一个 哈拉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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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因为是内湖的 那个 我偶尔也会去哈拉影城 趁机赶快 趕快发展 趁机崛起 趁机崛起 不要想看哈拉影城 哈拉影城 那一整栋好像都是他们家 但是目前 因为那个 我有点好 我有点搞不清楚 皇家 你看 皇家不是也在美丽华吗 也在那个地方 对啊 对 没错 其实很妙哦 就是大直美丽华 隔壁开了一个 皇家美丽华 皇家美丽华 是美丽新的 然后大直美丽华 是美丽华的 然后大直美丽华 这一次控诉 那个美丽新 就是说哦 你违反敬业条款 你是我的总公司 但是你居然在我旁边 开了一家 小影城 这是大直美丽华的说法 你说你这个老板 违反敬业条款 所以我要把你赶走 我要自己独立 然后你不可以用 美丽华的名字 但是当初 呃 我没有去过皇家美丽华 但是皇家美丽华 他走的其实是小厅 很小厅 然后都是走高档路线 有点像新满客的VIP 就是VIP厅那种的 他是走那种路线 或是六户皇宫 对对对 所以两家影城 应该是不同去向 而且皇家影城 也开了好几年了 他不是说昨天才开 然后才被认为说 有那个要抢生意 他是开了好几年 都没有问题 然后才突然被指控说 你老板这样开 影响到大直美丽华的生意 这一点也是让我觉得说 有点奇怪的地方 没有啊 他 呃 记者会当天 你应该有看到记者会 里面的内容 对啊 老板非常生气 他超气的 就是说 那个 以前怎么从来都没有提过 敬业条款这件事情 那我现在也没听过电影院 彼此之间有所谓 敬业条款的道德规定 对啊 那为什么那个什么 突然间 就只有你 你来讲 然后你就那个什么 全部都听你的这样子 反正他非常的火大 你知道 对啊 好吧 其实等那个 膝关节回来的时候 应该要 要可以 如果对这议题有信心的话 那就看他到时候那个 但我可以跟你讲说 我们其实 因为关节现在啊 你知道 关节最近新婚 所以他现在人在 人不在台湾 在意大利 在意大利 但是呢 这不代表他没在follow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跟他 其实是有那个什么 我们有群料什么的 对 他那个跟我们要的这个东西 然后他 他他他他在看这个东西 对 嗯 他说事情不单纯 因为我记得 他只有回答我们说 这不是那么单纯 然后那接下来就看 看他回来有没有话要讲 我也觉得没有那么单纯 因为其实我记得没错话 微秀影城好像有 持股美丽华 真的吗 因为一开始那个 我忘记了 我记得美丽华在一开始的时候 是微秀的那个 的庭 但是后来他们 应该说那个时候 还叫华纳微秀好像 对 只是后来华纳微秀 变微秀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美丽华 就是他他就不持有美丽华 美丽华就是自己就独立出来 对 美丽华没有像国宾跟那个什么 那个另外一个集团 常常在其他地方扩点 那好像就是因为 那个微秀也其实好像 有美丽华股权什么东西 所以微秀扩点某些程度上 好像就已经代表那个美丽华 也就等于有点像美丽华 也有在拓点一样 真的吗 是这样吗 我忘记了 这我很久很久以前 不知道 或许变了 或许变了也不一定 等那个 等关节回来吧 因为关节并进 也是同时身兼影城公关 对 如果说 有股权的这个印象是对的话 那这次微秀没有 出来讲什么话 就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对 我觉得其实他们可能在这件事情 不会想要出来捅肉子 而且你看 根据你的说法 就是获成最大的赢家 对啊 那这个时候干嘛还出来讲话 就这样是不是 得了便宜还卖乖吗 对 难道要出来表示 我们感到很遗憾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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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就真的 就这样子 如果到真的这样子 那就真的是这个夜市人生style 就是 还要出来记者会出来表达一下 其实是有点那个 这样子不太好吧 对啊 这时候你会发现其他的那个 电影院其实都保持沉默啊 干嘛 就业界人士发言 这样子 对啊 对啊 不过电影业会哦 就是那个什么 我们常常 我们在好莱坞的那个访谈 我们常常会问到 常常会他们会抓某个导演 问他表达 有没有电影的想法 有没有 常常会这样子 然后那些导演都都不会演 都都很很坦言 你知道吗 就是他们都会讲 你知道吗 所以常常会有发生什么 詹姆斯卡麦隆说 他不喜欢什么什么片 有没有 真的要说吧 然后粉丝就是群起而公之之类 但是他们 我觉得他们就在讲 他们个人对这件事 如果是他的话 他不喜欢怎样怎样之类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 真的没什么好那个 其实我还蛮爱听他们讲这些东西 因为你难得可以看到一个 真的有在业界工作的人士 然后发表对应对一个 电影的感觉 或者他们现在业界的 一些环境的一些想法 其实其实不断是雷利斯卡特啊 然后或者是詹姆斯卡麦隆 他们其实都还蛮 应该我是说 他们都活到某个年纪 他们真的也没有在怕 你知道 所以他每次讲什么 其实都是很真心诚意在讲 我觉得都有一定的 一定的参考价值啊 知道啊 之前还有看我保罗范赫文 听他讲那个什么 那个 美国电影业的情况 他就 我觉得他也是蛮大炮 他说 现在美国电影都太乖了 对 所以他在90年代的时候 就退出了 那个后来我就回去搞他那个东西 要不然的话他80年代的时候 如鱼得水 对啊 Right 好吧 美利华 这个我们 继续follow吧 就看看下个两个礼拜 有没有爆炸性的新闻 就是 威秀影城 跟哈拉影城 控成最大影价 哈哈哈 又完全是日本的习惯啊 可多乱入 突然就 熊熊进来 你刚才说的太少啊 那我上来 你要说就说 对啊 这个我想的确 也是你的那个领域 对啊 这个领域 怎么讲 没有啊 因为你比较会碰到一些这种那个什么 呃 户外 活动 或者是整理 或者是表演之类的 我原本是想要讲那个美利华的八卦说 什么 我们刚刚已经聊完了 八卦可以分享吗 对啊 对啊 八卦请说 呃 因为韩索罗的那个力牌很棒嘛 对不对 嗯 所以我原本是要跟那个美利华要韩索罗的力牌 嗯 这很奇妙 通常 呃美利华那边的人员啊 我回去 我发信给他很快都回我 嗯 可是很奇妙的是 呃 我在发信给他不回我 我打电话给他也不接 奇怪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过了几个礼拜 我因为 太晚了那边清掉就算了 然后想 奇怪到底怎么回事啊 然后 已经很 好多个礼拜都是这样子嘛 就是应该这样讲 呃 那个是上上个礼拜 就是韩索罗 大概上了三个月之后的事情 三个礼拜之后的事情 嗯 就差不多是 呃 反正我差不多是上礼拜啦 上礼拜 上礼拜 一左右的时候问的 嗯 然后我好像在上上礼拜就在问了 可是他就没有回我 我想奇怪 他为什么不回我 因为他通常会回我很快的 嗯 然后电话也没有 那个账号是 影院官方用的账号 还是影院私人账号 呃 那个是美丽华那边的工作人员 嗯 你每一次去看事情 他都会在 嗯 每一次你只要去美丽华办事情 他都会在的一个工作人员 我跟他还蛮熟的 所以问东西就跟他拿 然后也是他帮我准备 或者我办活动我也是去跟他巧 他也会帮我巧 工作室呃 休息室啊 换庄空间啊 然后继续讲我去上厕所 呵呵 你跟 你跟大侠问你 然后我就想 奇怪他为什么不回我 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直到我这几天看到 诶 美丽华内斗 然后很多人 嗯 嗯 或者不会是这样子的原因 对 因为目前那个 我翻那个PTT哦 最早有人梦到那个 有内斗事 大概是 对梦到最早有些梦到这个内斗事情 被泄露出来 好像是上个礼拜五 还是礼拜四的事情 礼拜五礼拜四 有人先披露出来之后 然后 这个礼拜一就突然出现那个 隐听坏掉的新闻 然后再才演变成这个这样子 所以说你在那个上个礼拜初的时候 就已经 发现有人不回你这样子 不回你的情况 嗯 对啊 所以咯就是 我在最近就有发现这种情况 所以 奇怪到底怎么回事 可是因为我最近在赶东西 所以我也都没有去美丽华旱事件 那他们就不会出现了 对啊 对咯 就 只是说可能就是 感觉上有关联到 因为 其实这个事情也不是这一天来发生 应该是 五月份就开始发生的事情 五月份就开始 你五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就有点发现 跟美丽华这边的沟通 就五月底的时候就觉得有点怪怪的 就有点怪怪的 就有点怪怪的 所以啦 好吧 就是今天看到新闻 我才能想到说 啊 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 对 因为这篇公式 他就可能就不回我 而是他也不方便跟我讲 对啊 所以咯 这也很妙哦 嗯 如果他不跟你 他比如说他 大可跟你讲说 我现在已经不在那边了 对 他基本上 感觉他不是不在 只是说 暂时没办法帮我在里面的东西 嗯 因为我问过 我问过 那个迪士尼说 那个看跑可不可以剪走 他们不要 他说隐城可以自己决定 所以我当然可以跟隐城要嘛 因为我常看这种 我常看这种事啊 居然人家垃圾常把东西捡回来 哈哈哈 对啊 对啊 因为那个对来讲是有纪念价值的 可是这一次很难得 很奇妙的是 都没有回我 很整个人奇妙 对啊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直到 听到这样子 我就联想到在一起 联想到在一起 就有可能 就有可能 这真的很奇妙 要嘛就是说 我离职了 要嘛就是说 现在隐城规定不行 这样弄 对啊对啊 他都没有回 是都没有 连打电话都没有回的那种 更奇妙 对啊 因为通常 我跟他认识也两年了吧 对啊 他不会这样子 所以 我才会有这种感觉 哇 而且 就真的像 我基本上有跟大侠一样 我虽然做戏子 可是 我最 我个人最推的还是美丽华 就有分析过嘛 就是 美丽华 如果你要去看大片 就是场面大的时候 美丽华的中 从上面数下的第五排 我觉得是看大场面最棒的位置 因为他的斜度比较 比较陡 所以你在看 美丽华 安MAX的时候 他的座位就很重要 可是日新的安MAX 他的斜度比较平滑一点 所以他好位置就比较多 但是我说实在话 因为我常常很多大片 我都会去美丽华看过一次 跟那个 应该这样讲啦 如果 我如果去看试片 然后我看了试片 就是安MAX 美丽华 安MAX 美丽华 我就不会去 威秀再看 如果我是在威秀看的 MX 就像 例如说韩索罗 韩索罗在日新嘛 日新MX 看完之后 隔天 就是上映之后 我就跑去跟美丽华看 安MAX 因为 美丽华的播放系统 的确是目前我看到最清晰的 嗯 对啊 这个目前还是真的没得比 但是为什么 只要是我觉得 需要看大场面 我一定去美丽华 我不会去日新威秀 好 那我想问一下 马大 那这一次美丽华这样关掉 那你那个 以人与黄蜂 你要到哪一家戏院看呢 你打算 哦 这个很有推荐意图 你会打算转到哪一家 真的啦 因为他 呃 我个人 觉得 唉 哈哈哈哈哈哈 居然没有 居然没有 因为 自新威秀 我说真的 我跟威秀的人比较好 嗯 我认识的威秀的人比较多 所以我很多活动也在那边办 可是 讲到 我个人 因为是办活动方便 因为美丽华真的他妈 活动空间太小 大活动办不了 嗯 你看我大活动 我都办日新威秀那里啊 因为西门丁行人街 很大 然后日新威秀又有很多空间 可以借我用 嗯 所以你看我那个 副仇尔联盟 我们自己 私人纠团还是四五十个coser 在日新威秀玩 嗯 嗯 对啊 然后他们也很乐意配合我们一起玩 所以我说真的 以私人交情来讲 我跟日新威秀 我跟威秀的人真的好很多 嗯 可是 如果讲到 这个是私人的选择问题 我就 我就不可能选日新威秀啊 嗯 所以 公归公私归私啦 嗯 因为目前如果看大画面的感觉来讲 因为就像是正义曙光 我国宾看过 国宾八百人的剧目厅看过嘛 对不对 然后IMAX看过 然后日新看过 美丽华看过 我一共看了三遍 我知道 看了IMAX美丽华 我才觉得 哇这才是正义曙光 你知道吗 对啊 所以很明显就是 如果一样比大的话 国宾绝对排第三 接下来日新威秀 接下来是美丽华 嗯 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 对啊 只是说美丽华 你真的要挑好位子 因为他如果位子一步好 你看3D就差很多 对啊 可是我说 我个人讨厌看3D电影啊 所以 都以2D来讲 顺序也是不变 对啊 可是如果 如果 美丽华 雷斯IMAX没有的话 我就只能看日新了 哈哈哈 为什么看日新了 真的很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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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起来就真的很遗憾 对 对对对 两个家人在抢钱 关我们观众什么事 我跟他有钱 有钱这种东西讲不完 对啊 这种东西没办法的事情 只能说 雷斯IMAX的黄蜂蜂蜜 跟 一人 所以应该是确定不行 对啊 因为如果一个月的话 有点难 对啊 因为好像在 下半个月之后 可能认为啦 他们设备是不可能换的啦 一天换舞台也是好咱的啦 不可能啦 不可能一天换舞台 绝对是变冷的 他们基本上 我觉得应该就是内部重整啦 他可能到时候可能还 小改装潢吧 但是我觉得放映设备 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放映设备 美丽华说真的 他算更新的很快 嗯 你看他后来又开了一个那个 M Club嘛 对不对 M Club也觉得算是那种 厅里面 我觉得画质最好的 嗯 除非说后来性感 因为美丽华在 美丽华在播放品质方面 这方面我觉得 他们还蛮舍得画的 嗯 他跟日新说真的 他缺点是 他真的没有像日新那么多店 可是如果以 呃播放品质来讲的话 我还是觉得美丽华 还杀好一点点 因为美丽华的小厅 其实不小 嗯 可是 日新的小厅 真的就很小 嗯 日新的差不多 日新的普通大厅 就跟他们的中厅差不多 我个人感觉是这样啦 嗯 而且 该怎么讲 就是我说 不过说实在的 美丽华的票是比较贵 因为美丽华是比较贵的票 我觉得啦 因为我都是看雷3MAX嘛 嗯 可是他比较贵 可是我还是会去选择他喔 嗯 这就是看点消费习惯 如果东西值得 就一定会去弄 嗯 所以设备不可能不见啦 也不可能坏掉 就跟你讲 不可能一天牌 这有好几种阴谋论 你知道 人为因素 他莫不是真的坏掉 他可能就 是不是有破坏 有人为破坏啊 对不对 绝对不是真的坏啊 但是 只能这样讲 我相信美丽华 这个影神他不可能会消失 只是说我们 可能这一个月 或者是这三个礼拜 可能看不到 美丽华的东西是真的 因为他们做内部重整 一定是人员人师啊 那种都是有点没的 对不对 人员教育啊 那个重新系统成功 从零开始 这种事情有可能三个礼拜之内 做完嘛 对我不是很熟 戏文经营啊 但是我光想这些东西 我就不觉得三个礼拜 搞得定了 对 其实 要看伞免队的手腕 对啊 对 要是三个礼拜 他们开了之后 问题又一堆又怎么办 对啊 我相信问题不会是人啦 我觉得 对啊 人才是最大的问题 没有人的问题 因为人都跑光 所以 所以 这真的是我觉得 整件事情很 很戏剧 很戏剧化的原因 可是你不对 其实你想一想 真的会跑的人 只有那些忠心耿耿的人 或者是 钱真的很多 然后你回来 我不给那么多钱 才有可能会跑光 不然一般很困难 因为一般员工 说真的 一家公司里面 百分之八十的员工 只要 薪水造就 稳定 老板是才是不重要 只有那个20%或是10% 是有 有始终于某个领导 某一个上级 他会愿意这样做 对啊 我是觉得只要搞定之后 就他们上 上层东西搞定之后 下面其实我觉得不会有差 只是说 就这两个 这这个月可能就没有 雷塞麦斯看 这个是比较可惜的 嗯 但是 还是以后 以后一定看得到啦 只是 其实说也不用可惜什么 因为 只是过一个月而已啊 我个人觉得还好 对他们来说是个蛮麻烦 因为他们 顿在一个最麻烦的时间点 这可是暑假党啊 暑假党 是啊 暑假党 所以应该是说 这些都是手段 这些都是手段 一年前的一个时间 对 可能一年中很重要的时间点 对 真的 对啊 好吧 我觉得还好啦 反正 大家还是 还是会看啦 对啊 因为 零狗威秀没有IMAX 全台 全台 那个什么 板桥的威秀也不是IMAX 它只是巨幕而已啊 我目前知道 全台湾好像还是只有 日新跟美丽华是IMAX 其他的都是巨幕 对啊 或什么台中什么 台中的旗舰叫什么 4K巨幕 其实那个也 那个是比 IMAX差一点点 对啊 嗯 但是也没有到那么大 我印象都是这样子 就我目前的资料 是这样啦 对啊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还是会选择去美丽华 还不是选择去 因为美丽华说真的 美丽华 我从来到美丽华 跟我从来到日行 其实 骑摩托车不会差很多 对啊 对啊 你平常是骑摩托车吗 我都骑摩托车啊 哦 在台北开车很累 大哥 没有没有 我只是没有看过你骑摩托车的样子 哈哈哈哈哈哈 谁在骑摩托车又是什么那个的 你是骑小绵羊 还是骑那种野狼那种 没有啦 就普通125啊 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的话欢迎订阅频道哦 我们现在看到霸王龙选手 被美女克莱尔 举着信号弹拧进雷台了 霸王龙选手 挑衅帝王霸王龙啊 哎呀的观众们 看的是目瞪口呆啊 两只霸王龙展开了激烈攻防 霸王龙企图攻击 帝王霸王龙的颈部 不断撕扯 帝王霸王惨叫一声 可是第二下却闪开了 还给霸王龙一左掌击打 右手把霸王龙头往下压 顺势做说抛摔 霸王龙失去平衡倒地了